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让自己的孩子能在不安稳的岁月中生活的相对安稳 是家长们思考的问题 当然做好最起码的安全警示教育是护有孩子平安幸福的基础 在此之外家长们也要明白 孩子的一大部分福报都来于父辈们的给予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祖坟冒清烟这一话 在民间人们认为如果祖坟上冒清烟 那么这一家的后辈们肯定有发起的那一天 如果一个大家族中各个兄弟姐妹关系融洽 并且这一个家族中很多人都能过得很好 想要做一件事情非常顺利 并且很容易挣到钱 或者总是能有好运 天上掉馅饼总能砸到这家人头上 基本上就能断定这家祖坟对后辈的阴币是非常到位的 相反如果一家的孩子总是出现各种委员 甚至和父母关系不合 也大多和祖上的德行不够有关 不仅仅是身边 如果翻阅古籍 有祖宗 阴币 后辈得好运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比如在了凡资讯中 袁了凡先生就列举了很多很多相关的故事 希望人们能够明白当下行善的重要性 实际上正如袁了凡先生所讲 给后辈子孙留金山 留银山不如留功德 父母们想要对孩子有利 就要暗中多替孩子做布施 行善事 曾看到有个故事是这样的 陈太太平常都在自助餐厅帮忙打砸 由于识字不多 不知道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 先生也整天在外做工 因此家中唯一的独子 由于受到同伴的引诱 在小学时就沉溺于电动玩具的游戏 因此不仅学成绩一落千丈 而且还常常偷窃父母的金钱 尽管父母常常加以打磨 可是丝毫都没有什么改善 进入初中后 情况不仅没有好转 反而变本加厉 因此让父母十分的头痛 正在十分无奈和彷徨的时候 有一位好友告诉这位太太 如果想要解决孩子的这些问题 除了平常要多加关心和辅导之外 还应该在暗中替他多做故事 多行善事 说不定将来会很有帮助 这位太太听了以后仍然半信半疑 然而为了孩子的学业和前途 他仍然利用机会与这位好友 同住一个慈善团体 并且以孩子的名义做善事 没想到参加几次后 这个孩子竟然意外的变得比较正常 再也不向父母亲偷钱 而偷打电玩的次数 也比过去明显的减少 隔几个月后 有一次 这一位太太 中午拿饭和到学校时 刚好遇到她孩子的班主任 老师便告诉她 她的孩子最近成绩进步很多 教务处通知家长 孩子现在已经有资格 有普通班 调制素质班了 不知家长是否愿意让她调班呢 这位太太听了以后 感到又惊又喜 不过却不敢贸然答应 经过一段时间的打听和考虑后 终于答应老师的做法 这个孩子自从调制自优班后 其先成绩都是定后 然而这位太太 欺而不舍地继续替孩子布施后 不久她的成绩竟然逐渐进步了 到初三要毕业时 成绩竟然跃升到全班的前五名 去年中考 这个孩子竟然考上了省重点高中 这时她出众的老师 以及同班的同学和邻居 无不做的称赞 她是一匹创造奇迹的大黑马 社会很多人都不禁怀疑 这个孩子为什么后来能够脱胎换骨 有普通班的孩子 蜕变成一位人人称赞的好学生呢 实在是让人感到十分费解 这个道理从佛教上看 是非常浅显而明确的 只是在不信佛的人看来 却觉得很费解 不可思议 有一句古讯 好像是这么说的 留财富给子孙 子孙未必能守 留经书给子孙 子孙未必肯读 只有留英德给子孙 子孙才能兴旺昌盛 本文实际上也是说明这个道理 您想您的孩子有出息 有前途 就多为他做功德 也教他自己多做功德 勤奋努力是助援 自身的福德才是根本 之所以提倡暗中替孩子行善 一方面是不要给孩子增加 过多的心理负担 孩子们从小接受的 都是唯物主义教育 很多孩子并不相信 这世间是因果法则起的主导 更相信仪式说的生命观 再加上很多都是独生子女 从小就被独宠 很难生起 应该多帮助他人的心 所以在孩子还不明白 真理的情况下 选择暗中替他们行善 是最好的 另一方面是不公开 不宣扬的行善 功德才相对更大一些 功德最大的行善 是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 这点几乎没人能够做到 但凡有一头发丝斑 对于得功德的心动 不着相 行善就失败了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而言 只要能悄悄的做好事 只有自己知道 旁人不知道 就已经很殊胜 家长们暗中 以孩子的名义行善 因为起心动念 是为了孩子 所以不进行单独回向 功德也会算在孩子头上 如果能够懂得回向 那效果会更加明显 不施行善 是为人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如果为人不具有慈悲心 并且很吝啬 这就是贫困的因了 这也是让后代子孙 一代不如一代的因了 同时不施行善 也是佛陀为了人们能够追求 涅槃而开示的方便之法 这方面做不好 任何解脱之法也学不好 必然无法在某一世某一天 得以涅槃 拼搏向上 刻苦耐劳 勤俭朴素也是一善 何以故耳 不施钱财 是得福的正因缘 拼搏 劳动 是得福的助因缘 我们若是过去不做不失或少不失 现生之中就算非常努力 也不过是能过生活而已 不能享受富贵 我们若是生于富贵之家 而整天不务正业 只顾玩乐 就是在加速所好福报 那么当家庭变故时 就没有能力去创造和重新加业 所以善心不失 是让你在肥沃的福田里 种下良好的种子 拼搏努力 是在护持这片福田 二者都是很重要的 古语言 穷鬼不敌 心情悍 世间上有一条规律 当一个人能够心情劳动 勤俭促 那么这个人去到哪里都不会饿死 这个人不管社会怎么变故 他也不用去偷 去骗 去抢 因为勤劳辛苦 就会有回报 而勤俭促的人就会有积蓄心 有了积蓄心 他就不会大开大使 即使不会发达 也不会饿着 所以契合了俗语 贫不贪 即是得的妙礼 是以称勤俭俭促 拼搏努力为一善 再者 出身豪门者 若努力拼搏 能使继续创造物质 广大家业 也给下一代留下榜样 当一个人的心放在发展中 他自然不会游手好险 也就没有时间 去做放逸之事 这样以身言教下一代子孙 也就不单能守百年基业 而且能广大门户 延续了财富 再来广大财富 即使世间贫苦之人 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了 又延续了财富之源 也给子孙留下了福音 所以富能诗语 能再发展产业 也是一善 而来源于自身刻骨向上 所得之钱财 用来不诗 功德将大于继承 或易得者很多倍 不富有的人 几文钱不诗 功德跟富有的人 不诗很多钱相等 很多钱财的不诗 当然会带来实质性的功德 但不富者 能诗的心 也会带来感动性的功德 亲爱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